我記得以前我們的地球很漂亮的 空氣好,動物和樹木又多 我小時候跟爸爸出海釣魚,每次都滿載而歸 不過,都是以前的事了 地球都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變成這樣 爺爺,老師昨天跟我們說了一個有關生物成在力的故事 說現在地球上的自然資源快不夠我們用了 什麼是生物成在力? 在地球上提供這些資源的海洋和陸地面積 就是生物成在力 那那些專家怎麼說? 專家說如果地球不超載 現在我們每人可以分享到1.8公頃的地球面積 就是差不多兩個足球場那麼大 那我們實際上用了多少? 記得先 那就要知道我們的生態足印了 生態足印?又是什麼? 生態足印就是我們現在實實在在用的地球面積 而我們香港平均每個人的生態足印 就大概是4公頃的地球面積 4公頃? 如果全世界人都要以香港人的模式生活 那我們就要用2.2個地球才夠了 很明顯我們洗大了 那不關我的事 當然是關你的事 爺爺你這麼喜歡吃海鮮 香港人的海鮮食用量在世界上差不多無人能合 在2009年每個香港人一年就吃了超過70公斤的海鮮 是亞洲區排行第二 70公斤?很多嗎? 如果一件壽司上面的魚生大約10克 我們每天每年就吃了7千多件魚生壽司 你說多不多? 再這樣吃下去 我們就會越來越少海鮮食 有些品種還可能會絕種 還有 在2007年每個香港人一年就用了86公斤的紙張 大約1萬7千張紙 嘩!1萬7千張紙? 那不就要斬很多樹才行 對呀 沒有樹幫我們吸收二氧化碳之外 被砍伏的樹木都會釋放出二氧化碳 那那些空氣會怎樣? 空氣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就會增加 令全球暖化更嚴重 那我知道為什麼我覺得地球以前漂亮些 那我們應該怎樣做?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用可持續來源的紙張和木材 好像這些得到森林管理委員會認證的產品 確保紙張和木材來自妥善管理的森林 那就可以長用長有 希望我們多用這些產品 讓那些生產商和進口商知道市民的需要 然後多引進這些產品 不過最重要的就是我們少用紙張和木材 是不是呢? 對了 還有我們以後要選多些環保海鮮來吃 什麼?海鮮也有分環保和不環保嗎? 爺爺,你看看這張海鮮選擇指引 我們應該選擇綠色和黃色類別的海鮮 盡量不要吃紅色類別的海鮮 為什麼? 因為紅色類別的海鮮 野外數量已經很少了 捉它或者養殖它的方法 對生態會造成很大的破壞 哦,那就選擇綠色和黃色類別 即是長吃長有 好,就有機會見到以前很漂亮的地球 爺爺,其實我也很想看看你說的很漂亮的地球 好,爺爺答應你 給你一個漂亮的地球